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午后大盘是出现了回升 那么盘面上看的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金融和电信板块 走热的板块是消费者必需品 工业 科技和公共事业板块 截至收盘 道琼斯公业平均指数上涨24.29点 报18144.07点 涨幅是0.13% 标准铺白指数上涨1.37点 报2124.22点 涨幅是0.06% 纳斯大克总统指数上涨6.12点 报5160.09点 涨幅是0.12% 今年纽交所成交了6.74亿股 纳斯大克交易所成交了15亿股 交易量低于平均水平 而今年纽交所交易量最活跃的股票是 AT&T 交易代码是T 今年股价是上涨了2.48% 而纳斯大克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是 Facebook 交易代码是FB 今年股价是上涨了3.71% 来分析一下 今天美股出现先涨后跌的原因 首先是欧洲局势利好 推动了早盘三大指数是走高 那么周二 欧洲央行是再次提高了希腊紧急援助的上限 这意味着双方都还有和解的意思 同时新屋销售也是传出了好消息 5月份新屋销售是环比增长了2.2% 创下了7年以来的新高 这两个原因是带动了投资人的情绪 导致早盘的美股是动力十足 但是今天发布的另外两份是来自制造业的数据不佳 导致市场又开始怀疑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了 一份是5月份的耐用品订单是降幅显示高于预期 那么另外一份是6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是创下了2013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值 再来看一下美元和油价方面的消息 今天美元是一改前几个交易日低迷的状态 强势反弹 欧元对美元是下跌了1.6%至1.11%的水平 那么油价也是在今天出现了反弹的局面 纽约原油是上涨了1.1% 报价是每桶61美元 布伦特原油是上涨了2% 报价是每桶64美元 而随着希腊局势的缓和 避险黄金是继续的下跌 报价是每桶1176美元 好的来看一下各股方面的消息 今天风头最近的恐怕就是Facebook了 Facebook今天股价是上涨了2.9% 报价是每股是87美元 那么目前Facebook的市值已经是达到了2380美元 超越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 成功的机身市值最大的10大公司之一 主要要感谢一家机构叫做Piper Jeffrey 这一家机构是认为说 Facebook在2016年将会占据 可穿戴设备当中的社交网络当中 60%的市场份额 并且是表示说看好该市场的未来前景 再来看一下昨天大跌的芯片商Ambara 交易大马是AMBA 今天是一雪前尺 股价是暴涨了7.2% 另外还带动了Ambara的大客户 可穿戴相机生产商GoPro 股价是上涨了3% 而昨天的报价是收到了香园机构的看空 那么今天另外一家机构 Canaccord Genuity站出来为Ambara叫区 该机构是评论到说 Ambara是在视频编码压缩和分析处理器上 有着多布局的位置优势 将会在该市场占据重要的地位 那么Ambara也是随之可以获得销售和收入上的增长 因此该机构是给予了Ambara买入的评级 并且是提高的目标股价至115美元 目前Ambara的报价是101美元 好的来看一下企业收购方面 明尼苏达州的矿业以及制造业公司 3M公司交易大马是MMM 宣布的是与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 KKR公司达成了协议 那么MMM将会从KKR的手中 收购一家公司叫做Capital Safety 总市值是达到了25亿美元 那么这一项交易是包括了大约7亿美元的债务 交易的方式是现金 而今天的两家公司的股价都是上扬 好的再来看一下企业财报方面 豪华邮轮公司江年华公司 是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显示说是美股收益是0.25美元 好于分析师的预期是0.16美元 再来看一下黑莓公司交易大马是BBRY 也是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业绩 显示出今年一季度是每股亏损0.05美元 而亏损额是高出分析师给出的预期值 今天的股价也是下滑了3% 再来关注一下可穿戴设备生产商 菲比公司是从上周上市以来股价就是走得风风火火 今天是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该公司将会进入印度市场 而首批产品将会是在7月1日面试 目标客户是既包括普通用户 也包括职业运动员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中概股丰点消息 上市还不到7个月的默默公司 也开始追逐私有化的道路了 想要赶上A股牛市的末班车 那么今天默默是宣布收到了公司创始人兼CEO的私有化邀约 价格是每股18.9美元 这个价格是高出默默现在的报价17美元 今天的股价也是暴涨了10% 那么其实是截至今天 包括默默在内一共是有23家中概股公司 是打算回归中国A股 总市值已经是超过了230亿美元 然而默默回归之后 能否抓住A股这一轮牛市的尾巴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以上的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会